第二个动作会是做你的upper abs 会是做一个inferred crunch 这个crunch和平时的crunch有少少不同 因为我们会穿着gravity boot上你的ankle 这个set up或crunch 我们会倒吊在chinnit bar 首先你要跳起捉住chinnit bar 然后提起你两只脚 将那个boot扣在chinnit bar 然后慢慢放下你的upper body 直到你完全倒转了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set up 但做这个set up的时候要留意 就是你不要不断用hip muscle 使上身可以升高 因为现在做这个crunch的时候 你不是要想着upper body可以升到多高 反而你contract到你的upper abs 那你一倒转了的时候 我们又会每做一下呼吸气出来 然后才收缩 你收缩的时候 其实你的upper body 是离开from你的send of gravity少少少 因为如果你升得太高的话 很多人会是用错了肌肉 用了你的hips来出力 那如果你是呼吸气 然后只是慢慢卷上来的话 你就会用了你的upper abs instead of用你的hips instead of用你的hips 感谢观看 旁边的我刚十分是否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